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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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何峰 在《青春战记2》这套慈善电影里 我是负责编剧及导演的岗位 这套电影希望带出沉迷倒博的不好的地方 而且会看到原来每个人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 去关心人才会得到一些改变 而这套电影其实整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个男主角叫做阿谦 他在家里的父亲很难倒 借了很多桂利素,然后走了老 结果他在一次意外的情况下 就回到他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令到他希望透过这次的机会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及救回他的女朋友 就是这样的爱情故事 我觉得一个理想的教育 就像这套电影里所表达的讯息一样 就是要经过了很多的困难 要努力才可以达到自己个人的理想 不是坐在那里就可以等奇迹发生的 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潜能 而他们的潜能 是希望可以在一个所谓理想的环境下 可以得到发挥 才会在人生里面带出最大光辉的命